大家好 我是Stella李慧芬 今天要和大家推介兩隻股票 今天第一隻要和大家推介 就是招金抗業的1818 集團主要是中國和南美從事黃金產品的掩探 開採、損卻、野鏈、銷售的業務 銀產品的野鏈和銷售的業務 以及同產品的開採、損礦和銷售的業務 紫金抗業持有招金抗業有20%的股權 而招金抗業持有威海市商業銀行有1.15%的股權 集團公佈了2023年指的年度業績 收入有84.24億人民幣 按年增加了6.8% 錄得純利是6.86億 增長了超過7成 每股盈利是14分 受惠的金抗開採進展較預期好 所以末期息會維持快4分 撇除單次性項目 經常性利潤按年升為125% 去到10.49億元 與市場預期差不多 近期消息見到集團獲得北水買入5,09萬港元 消息面上4月7日 央行公佈數據顯示 中國3月底的黃金儲備 有7274萬央司 2月底是7258萬央司 5樣項已經連續 第17個月增持黃金儲備 鑑於黃金需求越來越強勁 預計ETF購買回升 和2,350美元央司的連活目標 已經超越了 今價有機會升到2,600元 帶動集團的股價向上 但因為近期短短兩個月時間 今價已經大幅上升 連帶動集團的股價都升了差不多一倍 所以擔心會隨時隨地出現獲利平倉盤 第二隻要推介 就是長城汽車2333 公司和子公司的業務性質 就是汽車製造 主要經營的範圍就是 汽車整車和汽車零部件 今年第一季度的銷量有27.5萬兩 同比增長了25% 其中海外的銷量有9.3萬兩 同比增長了接近八成 占總銷量比重是33.7% 海外佔比持續提升 去年淨利潤有48.3億 同比增長了8.4% 收入有1732億 同比增長了26% 去年整車的銷量 同比增長了15.8% 去到123萬兩 其中就是新能源汽車的銷量 同比增長了差不多100% 去到26萬兩 佔比達到21% 同比提升了9% 集團公布 3月份的累計汽車銷量有10萬台 同比上升11% 今年首季的累計銷售超過27萬台 增幅有25% 3月海外銷售有35815台 首季累計銷售有92,778台 3月份的新能源汽車銷售有21,882台 首季累計銷售有59,182台 集團首季的批發銷量 雖然按年大幅增長 但如果你看看按季的數量 下降了25% 而海外銷量 亦按季下降了11% 很多大行都預計 集團今年第一季對俄羅斯的出口 銷量按年增長166% 但按季同樣要下降14% 假如全球特別是內地經濟復甦緩慢 擔心今年下半年的銷售有機會大幅放緩 見到過去10年內都是低位到橫行 雖然未超越這個橫行區 但明顯地動力越來越厲害 短期有機會測試12元的阻力位 以上兩隻股票我和客戶都沒有持有 多謝大家收看今集的內容 如果大家對我的分析有興趣 就可以去秒頭搜尋李慧芬